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相信呢,你们现在想要接受挑战来上level 2的这个课 好,level 2的课呢,比较不一样 我会解释的更清楚 或者是我会教一些比较深的一些 simple present test呢,你需要注意的东西 所以希望呢,你们看了这个video过后呢 你们也能够做这个level 3的这个练习 来挑战你们自己 看一看你们能够答对几个题目 好,刚才我有说呢 simple present tense的动词分成base word 原字 还有呢,加 s 但是其实呢,这个singular 或者是我该讲那个单一的动词加 s的动词呢 它又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除了加 s之外 还有加 es,还有加 ies 所以现在我会从这一堂课里面呢 更清楚的给你们解释 哪一些动词是加 es 哪一些动词是加 ies 剩余的,当然它们都是加 s 当它的主角是singular的时候 好,我们来看一看 好,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呢,加 es 好,刚才我说过了 只要它的主角或是它的主语是单一或一个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 s 但是其实不是每一个动词都是加 s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动词呢 它是需要加 es的 例如什么呢 当那个动词的spelling 最后一个字母是 o 最后一个字母是 s 最后一个字母是 x 最后一个字母是 ch 或者是最后一个字母是 sh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 es 我们就要加 es 而不是 s 例如,我们来看 o 什么动词是 最后一个字母是 o 给你们时间想一想 那就是 给你们一个例子 go 所以go 当它是单一的时候 它就变成 goes 相信你们有看过这一个字吧 所以当它singular的时候就是goes 当它plural两个 它主角是两个或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用go 好,什么动词呢 是s呢 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是 s 好,例如 pass 什么是pass pass可以讲说是及格 或者是说路过、经过 所以当它是singular的时候 就是passes 好,x 什么动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x呢 给你们几秒钟想一想 登登 三 二 一 好,想到了吗 好 fix 什么是fix呢 fix就是修理 所以如果它的主语是singular 一个的时候就是fixes 好,ch 有哪一些动词最后一个字母是ch呢 好 teach 教导 所以当然是singular 所以当然是singular teachers 好,这个不是老师哦 这个teachers是教导的意思哦 好,sh 刷牙的刷 OK,brush可以讲刷子 brush也可以讲刷 brushes 好,所以希望各位学生呢 能够明白什么时候呢 我们的动词是加es 我们的动词是加es而不是s 所以记得这五个 最后一个字母是o 最后一个字母是s 最后一个字母是x 最后一个字母是ch 最后一个字母是sh 所以这一个呢 是属于原字 这个呢,是当它的主语是一个的时候 我们就加es 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simple present tense的时候呢 它的动词呢 是加ies 什么时候我们是加ies呢 好,当那一个字 那个动词的spelling 最后一个字母是y的时候 我们就会加ies 但是有一个东西你要记得 就是呢 当你配上ies的时候 你的y也要被删掉 好,什么动词 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是y呢 例如,酷 c,r,y ok 当它单一 当它主语是单一的时候 c,r,i,e,s cry,s y被删掉 配上ies 还有呢 try 尝试 t,r,i,e,s try 还有study 学习 念书 所以当它的主语是一个的时候 就是studies 好了 但是呢 可能你会发现到一个东西 就是刚才我在给你们 上面的那个笔记的时候 可能你会发现 诶 老师,你不是说 最后一个字母是y的时候 加ies吗 为什么 play 不是加ies 而是加s罢了呢 好,这个东西呢 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y前面的这个字母 ok 只要这个y前面的这个字母呢 它的valuals valuals就是运母 只要它的运母是 rae or 二 只要它的 只要它的 预母是 rae or 你的y就不用被删除 而是加s ok 所以这个是你要记得的哦 所以这个是属于 level 2的这个 你们要认识和学习到的这个语法 希望呢 这个笔记呢 对你们呢 有帮助 也能够帮助你们做等一下 level 3的练习 所以我希望 大家看了这个影片过后 我会把这个练习呢 三个level的这个练习 放在这个 这个page里面 你们呢 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练习 抄在testpad里面 当然选择你不需要写下来 你只需要把你的答案 还有句子抄下来 然后写在testpad 拍一张照片 然后post在comment里面 让我知道呢 你们有做这个练习 然后呢 在下一堂课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讨论 然后也一起呢 来讲解呢 这三个level的练习的答案 好 这一堂课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呢 这个视频能够帮到大家 好 谢谢大家